政府宣布要發錢 目標鎖定租屋足 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 七月一號起開始上路 這次補貼總經費原本五十七億 提高到三百億 補貼戶數也從十二萬戶增加到五十萬戶 每戶每月兩千到八千元 另外針對三十五歲以下青年 兩年內新婚夫妻等 補貼金額再乘於一點二到一點八倍 預計十月三號就會入帳 資格最寬 所以很多人負荷 戶數最多 手續最方便 手續到底有多方便 申請補助全面線上化新申請戶 要先上網貼身份證 輸入識別碼 身份驗證完畢後 再填寫基本資料 只要上傳諸約和存折封面照片 系統核對資料完畢後 民眾可經由簡訊或者信箱 查詢申請進度 至於過去十二點三萬補貼戶 也會主動即發通知單 詢問是否轉為新方案 但過往不少租客經驗 只要去領補助 房東就會漲房租 依舊沒有減輕負擔 租稅的優惠可能會讓你參加之後 反而要繳得總稅付低於桃漏稅 三個稅 所得稅免 就是這個的所得稅免 房屋稅 地下稅減 過去房東也許有人會排斥 現在真的可以大大享受雙贏 房東跟租客能雙贏 這三百億的補貼政策 全民要共享精進紅利 繼續操場蘆維杰 綜合報導 好